昨天在蓝宇举办一年一度海洋杯拼板洲竞赛呢 下午在最精彩的大船竞技即将登场的时候 有游客意外发现港澳侧边郊岩区 有一名四岁男童疑似溺水漂浮水面 附近的民众将男童抢救上岸送医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乡长霞曼加拉路南郭的表示 当时大人都在忙 禁案交延案有一群小朋友在泄水 男童可能是踩到青苔失足落海 在活动当中就是发现这个小朋友 你比我们主持人马上广播 我们周边有一些安全人员 那发现小朋友滑就是在那里了以后 就是我们广播 然后游客在旁边急事地去把抱起来 抱给他的爸爸 然后我们在报到岸上来 由那个消防的人员做一个去PR 越来越多管子在管道里 就是因为这边比较软 插到这边 那个孩子很瘦 你说那个管子 他也不能说 管子拿出来就流血了 那时候那个鼻子流血 然后嘴巴 他们拿掉到前面流血 你们现在怀疑 怀疑可能是医疗过程 医疗 医疗对 家属表示孩子就上岸时到院还有哭 后来却死亡 质疑卫生所及及救护工作 做得不够周延 事发当时消防人员对男童 进行CPR等急救措施 并送晚蓝宇 卫生所急救 再由空勤总队直升机 送到台东马街医院抢救 台东马街医院表示 南投四号下午五点零四分 送到医院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虽然经过半小时的抢救 但是还是回天法术 今天下午检方前往台东殡仪馆 相验查明死因 目前相验结果是朝意外 溺弊侦办 对于家长的质疑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会从各方面去调查 等调查结果出炉 再谈究责问题